而俄罗斯的福尔加格勒州 星期一发生列车与货车的相撞事故 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当中包含多名儿童 当局不排除死亡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 从现场画面来看 设施的列车有八节车厢脱轨 侧翻在地 部分扭曲变形 有乘客从车厢的另一侧艰难逃生 俄罗斯紧急情况不排除超过 32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事发地点是福尔加格勒州的南部 科捷利尼科沃夫附近 这般原定由泰南斯坦共和国 喀山开往黑海地区阿德利尔的列车 当时载有800名乘客 经过初步的判断 事故原因为一辆货车驶入铁路 列车司机紧急制动导致列车车厢驼轨